离婚理由千千万,最让人深恶痛绝的是这三条 离婚不是一件可怕的事,过不到一起不如相互成全 离婚理由千千万,但是最让人深恶痛绝的却是这三条 下面跟随名音阅读来盘点一下吧 看看你是否遇到过 深恶痛绝的理由第一条,外遇 婚姻里有外遇 往小了说是不忠,往大了说就是人品有问题 别管什么原因,凡是搞外遇,搞到离婚者,人品往往不过瘾 这样的人别说做夫妻,做朋友都要被人思量一番 不爱可以明着说,何必伤害忠诚 深恶痛绝的理由第二条,嫌弃 婚姻里很多这样的情况 当女人老了,当男人发迹了 或是当女人强势而男人弱了 总是强的一方开始嫌弃弱的一方 因为嫌弃便想背弃 这是很多婚姻走向末路的一条理由 总是忘了当初步入婚姻时的不离不弃 嫌弃的此时是否忘了同样一无所有的当初 深恶痛绝的理由第三条,家暴 遇到家暴,受害一方一定要勇敢提出离婚 明依阅读认为,施暴方的人格和能力必须双重质疑 只有无能者才会对自情的人下重手 因为家暴最后忍无可忍提出离婚 这是很多离婚理由中的一条 也是最让人痛心的一条 试问施暴者对怎边人下手当分那么有快感吗 同问被虐子,当对方一次一次伸手过来时 迎接他的为何不是你的拳头,而是你的脸 家暴之所以成为生物痛绝的离婚理由之一 更多源于受害方对施暴方的一再容忍 离婚理由千千万 最让人生物痛绝的是这三条 你动招了吗